开箱 这不是入夏了吗 又到了可以露胳膊 露大腿的季节了 我这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就在网上买了好多春夏好看的衣服 然后我就攒攒攒了这么多 攒到今天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开箱的喜悦 然后这一次我买的衣服 大部分是价格偏高一点的 因为我 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30多岁的人了 穿衣服还是得有点质感 然后我的身材问题就是 没有腰身 有肚子 所以我买衣服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显腰粗 然后我的腿的特点是 大腿系 小腿粗 给你们看一下后面 典型的肌肉型小腿 所以我买衣服还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让大家把注意力 放在我的小腿上面 如果你的身材上面 跟我有点类似的话 今天开箱的服饰还是值得以看的 补一句口播 我在跟大家展示衣服的同时 大家把留或退 打在公屏上 我来参考一下你们的意见 好了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 这价格高一点的就是不一样 包的好好 我知道这是啥了 我在吕燕的那个品牌 叫什么来着 CM 买的一套非常有高级感的衣服 我跟你们说 我决定今年夏天主打气质和高级感 我不要再硬拗少女风了 这是一件吊带 这件吊带就1280 它是那种有一点光泽感的 然后上面是有一些这种纹理 摸上去还蛮舒服的 好丝滑好清凉的感觉 就是我买了一件吊带 一件这个西装外套 还有配的一套的裤子 裤子还没到 我先随便搭来调自己的裤子 这个乍一眼看上去好像还可以 就是它的这个光泽感很好看 特别的有质感 但是裁剪版型好像有一点点硬挺了 因为它的肩膀不是那种溜下来的 而是有一点直角 所以穿上去不是我想象中的那般柔美 而是有一点像上市公司的女高管 但是感觉它里面的这个吊带还不错 这个颜色还挺显白的 还有点小设计 这里吊了一根小袋子在这 你们说呢 这一包里面好多件 开心 这里面有四件 首先是这一件 这一件其实我有在专柜试过 但是我在专柜试的那个码不是我的码 然后我一查他们旗舰店有 我就下单了 它的肩膀这里特别大 可以就是展露我优秀的锁骨 这个衣服的颜色还是好好看哦 跟我记忆中的一样 就是很显白很高级 但是还是有点显腰粗 它的腰还是比较包身的 而且我现在是空腹 没有吃东西 换这衣服那是一点东西都不敢吃啊 再往后退一点给你们看一下 但是我如果不做这种动作的话 我放下来是不是就还好 这个衣服有一个优点就是 它虽然腰是紧的 但是它的肩膀很宽 你看这里是空的 肩膀一宽呢 就显得腰没有那么的粗那么的宽 我觉得这件我应该还是会留 毕竟我还在减肥 我还会更瘦 然后 这是啥 你们现在肯定看 不知道我在感叹什么 因为你们相机里面看不清 我拉近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上面好多这种 好恶心的蓝绿偏光的 那个小碎碎 这种很久都没有看到过 衣服上出现这种元素了 然后它的肩带是这种 珍珠加这种透明的小猪猪 就是穿起来的 我本来是想说 这个吊带是比较 就是松一点的 竟能露肩膀 但是又不会包身嘛 但是它的这个材质 还有这个花里胡哨的肩带 不是很喜欢 这件我真的是接受无能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这么蓝的这种细碎碎 在我的身上 就真的 这个衣服现实中看比 镜头里面丑一百倍 要有多酥就有多酥 这件我就不用问你们了 我肯定是要退的 这也是一件背心 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背心 这件是紧身的 就是下面应该是比较包的 但是你看它是这种弹性 有点松松的 它不是那种 就是背紧 紧死死的包着 它只是就是贴着而已 所以我觉得还好 主要是 我最近瘦了不少 从海南回来以后 一个星期 没咋吃晚饭 就吃点什么水煮青菜 或者热一个包子 这种 一下掉了五斤秤 就我发现我有一个优点 就是稍微少吃一点 我就能瘦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今天夏天 可能会瘦成一道闪电 我觉得我应该 很多性感的衣服都可以穿 希望不要打脸 OK 这一件是这个牌子的代言人江苏影铜款 它的优点就是一字肩的嘛 露肩膀 然后特别的鲜 也不显腰身 但是它这个剥点 我就不是特别喜欢剥点的元素 而且我觉得这个适合春天穿 夏天穿有点厚 这件呢就是乍一眼 好像还挺性感的 它的整个肩膀都是露到外面的 好sexy 就是我一开始看图片 我会觉得 这个好危险哦 应该会很容易走光 但没有哎 松紧带还蛮紧的 就是你穿着的时候 你并不会觉得 它有任何的要打开的风险 还是蛮安全的 它的侧面和背面 我感觉比正面要好看 就是侧面 露一个香肩 确实还挺性感的 留还是退 公屏上走一波 哇 这又是一大袋好多件衣服 我7号要去上海 参加一个科研式的活动 然后没有衣服穿 就是我每次参加活动 都是现整衣服 因为本女明星呢 平时还是秉着 勤俭持家的原则 衣服到需要的时候 再买穿几件买几件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脚坏得很 然后他们这次活动 要求的风格是美式复古 这是一个连衣裙 它是这种有光泽感的 所以还蛮适合参加活动的 就这种光泽感参加活动 会显得比较正式一点 这件它比较有特点的就是 它的腰的两边 是挖了两个洞的 为什么要上挖洞这个点 让我勾起了 我的一些不太好的回忆呢 显得腰比较细 但是这次的这个洞呢 我觉得是 应该是不会重蹈覆辙 因为这个洞和那个洞 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它应该还是比较显瘦的 然后它腰并不是说 特别特别包身 特别紧 然后下面的裙摆呢 又是散开的 脖子很好看 不再计划 显得胸很平 就是它这个腰部全是褶皱 后面也都是褶皱 就显得我的腰有点臃肿 不会重蹈覆辙 然后挖的这两个洞呢 感觉也没有什么性感可言 就不知道这两个洞要干嘛 就感觉是纯粹 就是为了挖两个洞 而挖两个洞 可以 我知道了 方便挠痒 这挠痒好方便啊 万一内裤掉了 还可以提一下内裤 机智 一个字 绝 怎么还有啊 不是把他们家的衣服 全部都买来了吗 终于碰到一件宝一点的衣服了 这一件很酷很性感 它的胸前是一个大敞开的 露 露肋骨的 这件衣服呢 它就是给平胸的妹子穿的 大胸都不能穿 这个大胸的一穿呢 马上就从fashion变成了 就是有点怪怪的 这一身我们觉得还不错 比较符合我郁姐的气质 然后下面的裤子巨显腿长 这个站在那儿就是气场十足 平胸的气场 就是人家担心的都是漏点 我担心的是万一被人在看到里面没有东西怎么办 哈哈哈哈 万一让别人发现原来里面是平的怎么办 所以要把它松死一点 让别人以为里面是有东西的 啊 终于最后一件了 这一件会略微的可爱一点点 女仆妆 不是啊 不是啊 它只是有一个这种领子 它整体风格其实还是酷的 就是这个一身黑色的皮衣 再加上这个白色的挺少女感的领子 就是有一种暗黑甜裤风 然后这件衣服呢 是就是完全不显胖的 它没有一个地方是包身的 这件也太搞笑了吧 这件肩膀巨宽 然后远远看上去 我就像一个假人一样的在这儿杵着 穿上这个衣服 你就可以做到随时随地蒸三碗 非常的舒爽 等你劳作完一天回家之后 你会发现就是在衣服里面的皮肤特别的好 因为都是被蒸出来的 就这件衣服把我的那个优点全部遮住 就楼一个缺点在外面 我还是觉得小腿侧面有点粗 正面还行 侧面还是很粗 还是不是那么的契合我的气质 这一堆衣服 我是在淘宝上找的一个什么原创设计师的品牌 之前没有买过 他们家的衣服我觉得都还挺夸张的 比较有设计感 先来看一下这一件 这是一件上衣 它的面料还蛮厚实的 好厚 这穿着不会热吧 它的这个领子还挺有特点的 是一种是挖了一个这种淘心的形状 然后胳膊两边做的骨囊囊的 穿上去人应该会比较有气势的那种 然后下面还掉了两个没什么卵用 但非常适合装逼的袋子 我只能说他们家的衣服都太有个性了 不是一般的人能驾驭的 它上半身还好 上半身就是就看得还好是吧 还挺显肩膀线条的 但是下面的裤子和鞋还蛮难搭的 主要是这一身 你看这个侧面 侧面一点型都没有 这侧面显得肚子有点大 反正就是觉得有点怪里怪气的 有点照不住内衣 然后你要是穿乳贴什么的话 它特别容易露出来 因为它这里是软的 你知道吗 它不是那种硬挺的扣在上面 是这种软的 太危险了 pass 这又是一件热死人的衣服呢 这件是个外套 它的颜色好特别哦 我直接这么套 怎么 它的袖子可以装我三四个胳膊 是好看的我觉得 这个上面是要怎么记一下吗 先不管它了 你们看这个衣型 好适合凹造型这个衣服 好适合拍那种杂质大片 这个很酷 这个我一开始买的时候 我还觉得 黑色衬衣会不会太平平无奇 但这件黑色衬衣 你们看到这个光泽感 哇去 这个光泽感 就是它的精髓 就在于它上面的这种光泽感 很特别 但是这个衣服 我觉得对发型 还有饰品的要求会比较高 衣服好看 但是不知道怎么穿 发死了 它什么都不对 我刚穿上去的那一瞬间 就感觉自己特别像 很牛逼的老板娘 就是特别的 怎么怎么感觉有点老气呢 是不是特别像教导主任 就很时髦的教导主任 听说 今天教导主任 穿了一件发光的衣服 好 这件衣服就偏甜美一点 也是一个这种露肩的 这两个搭在肩膀上 然后这里肩膀是露出来挖空的 这边是袖子 它扣子还蛮好看的 是这种爱心的 上面都是钻 就让这件衣服 显得比较有亮点 然后它还有搭配一个choker 哇 这件我觉得应该也是好看的 这个衣服 有点太可爱了 就这衣服本身是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不太搭我的脸 要去参加活动 这么隆重 这么真方兜眼的场合 一定要穿那种 就是看上去好几百万一套的衣服 我穿这个有种阿姨脸的感觉 就是这种衣服 就适合脸 长得古灵精怪一点的 就不适合我这种老脸 最后一件 是一个西装灰色的 这个我觉得也好看 好适合参加活动 然后我发现他们家的上衣 好多版型都是这种短款身子 然后袖子俱长 就显得比较有范儿 然后这一件的肩膀是有肩垫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件 最好看的是它这个灰色 这应该是有一点点发紫的冷灰色 很高级很好看 然后它衣服上面的钻也不low 感觉质感还蛮好的 这一身就是有点过于抓马了 感觉好像我有点hold不住 而且下面露腿的话 我还是不太想露小腿 显得小腿还是很粗壮 衣服本身还可以 但是好像跟我的风格不是很搭 主要是我有点不太会搭 我搭的这个白衬衣 感觉这里有一点憋得慌 唉 放弃 最后一个 应该还是我买的衣服 这是我买的什么衣服 这么精致 像个礼物一样 两盒 哦 吊带裙 这两个是两个粗一样颜色的 哇 这是一件白色的 好性感哦 我已经想象到我穿上它性感的样子了 然后像吊带裙 这种长的吊带裙 我在以前是绝对不会买的 我会觉得太女人了 但是我最近发现 我还蛮适合这种高冷女人风的 所以这个夏天我要做一个 气质冷艳的女人 然后呢 另外一个 这一件不仅颜色不同 大小也不一样 哇 这个颜色也好好看了 它是一个香槟粉色 也是一个非常衬肤色的颜色 超级有女人味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 啥要穿上它们呢 这一件 哎 这样看 觉得跑上来可以对不对 还挺sexy的 然后这个面料感觉还挺高级的 看一看全身 有事吗 这好像妈妈嗓了 哎 客人啊 今天又来了 这么巧 一个是我觉得它太长了 它已经快落到我的脚背上了 这种吊带裙 不是应该差不多这样 露点脚踝才好看吗 它搞定长干嘛 是为了让我自己去裁剪它吗 然后呢 这个号 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买小了点 我的这个多的肉啊 都能看得出来 你们看我现在肚子 是不是觉得还好 来看我放松一下 就是女生的这个肚子呢 就是一个自由度很高的东西 忽大 忽小 忽骨 忽平 我们是可以自由控制的 哎 今天你想要什么样的 我们就可以变成什么样 那小处理来笑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问题出在哪儿 我以为你上桌了呀 你又看你那边 对啊 我觉得它那个挺好看的 你觉得那个不好看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我错了 你家的工资没有了 这因为很显摆呀 只要你本来就摆 你晚一回 你挽救不了了 已经晚了 好了 这一期开箱 over 我发现就是我前段时间 近时近的特别猛烈 身材比较走样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不想买 因为我发现我穿什么都不好看 然后现在呢 虽然还没有完全瘦下来啊 但是已经就是初见成效了 我就有这种买新衣服 去打扮自己 去导致自己的欲望 所以同志们啊 想穿美美的衣服 还是要稍微苗条一点点 那祝大家这个夏天 减肥成功 变美成功 下次再买了什么好东西 再给你们开箱哈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拜拜 by bwd6